菲律賓發放最新片段 說在過去週末 是專屬經濟海域的牛鴨礁一帶 發現多艘相信由中國民兵控制的船隻 每艘長60至100米 分組並排停泊 菲律賓上個月頭 發現200多艘中國漁船洗到牛鴨礁之後 已經向中方提出抗議 但到今個星期仍然未完全洗走 其中在星期一 官方海空巡邏的時候 仍然見到有44艘中國船隻 停泊在牛鴨礁一帶 同時在多個和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島礁附近 發現中方船隻 包括在西門礁 監測到115艘中國民兵船 中葉島有45艘 另外在未齊礁 永樹礁和主壁礁一帶 總共監測到50艘船 附近水域還有4艘解放軍船隻 曼尼拉政府已經要求中方立即召回這些船 說這些民兵船的集結 對菲律賓是專屬經濟海域 和平行使主權的權利 構成威脅 菲律賓空軍又透露 星期二在南海上空巡邏的時候 飛過中方建設的人工島時 收到中方廣播 警告飛方軍機已經進入中國島礁 要求遠離 菲律賓和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星期三通電話 關注近日有大批中國海上民兵船 洗到牛鴨礁一帶 美方強調支持菲律賓 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海事秩序 重新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適用在南海 雙方將會繼續緊密合作 應對在南海的挑戰 有線電視記者 輪廁三報道